File 部分 就是初始值一定也擺在上面 接下来就是说它的条件 最后也是加加 所以你会发现只是 把三个部分 拆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不一样的位置 for 的位置是在这边 1 2 3 内回圈的部分 放的位置改在哪里呢? 改在 这边 1 2 3 3在这里 内回圈也是一样 改 内回圈是1在这里 2在这里 3在这里 那度回圈也是一样啊 度回圈我刚刚讲过 其实你只要搬个位置就可以了 度回圈 只是说把度 你换回圈做完之后 只要把原来它这个位置 改成度 然后再把它搬加 搬到下面来 这可以注意喔 这个结束符号一定要有 搬加之后结束符号 这个也是搬加结束符号 就可以了 那前设后设都可以啊 所以你会看到回圈 它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只是你要把条件放哪里 初始值放哪里 累加的地方放哪里 这之间都是有关联性的 弄起来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最好是自己 深思熟虑过之后 就会比较清楚 尤其是这种回圈之间的差异点 在怎么去做变更 我想这部分的话呢 可以去思考看看 我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快回圈 跟那个4回圈的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也是一样 我们其实只是把它放在上面 那条件就放在快的后面 那另外就是说 后面做的动作 累加的部分要必须给它 那差异只是说呢 它的位置不一样 就跟早上我们提到 99寸法表的位置不同而已 那另外呢 其他这个black的 这个回圈的位置是一样 然后加的方式也是一样 主要是123的位置不同 那4回圈的话 通通是在这一行上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们再试试看 把刚刚的4回圈部分 把它改成5的部分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